要想看一个演员的演技好不好 不仅肢体动作眼神很重要 其中哭戏也是决定远远演技好坏的一部分 因为哭戏给观众的感觉比较直面 还有其他情绪表达 生气 对伤看着不会让你觉得很尴尬的 有时候内心戏是更好演员的演技 而今天小编要介绍的几位女明星哭戏很能打动观众 哭的极具感染力又不是美丽 杨子杨子是老戏骨了 但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最近香蜜的播出突然爆股 这与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香蜜中杨子的哭戏 被观众大为赞叹 堪称神仙级别的哭 极具感染力 特别是好朋友肉肉死的时候 不知多少香蜜女孩被杨子的哭戏打动 在躲背窝里偷偷抹泪 秦兰秦兰自从演的环珠格尔里迪之画 剧中之画白莲花的角色深入人心 所以观众对戏外的秦兰也非常痛恨 因此秦兰一直朝黑不断 值得演血攻略的大火 秦兰饰演的复查皇后温柔大度 美丽端庄 让观众对秦兰的看法也随之改变 成功洗白 剧中秦兰回忆出入王府时美好回忆 掉剑一滴人类 成为剧中的经典一幕 美帝不可放物 刘诗诗刘诗诗是娱乐圈中很少见的女演员 她腹中有诗书 举止的体有大将之风 锋芒暗藏 蓄势待发 不争不抢性格深受观众喜爱 当然刘诗诗的演技也是值得肯定的 在《最玲珑》中刘诗诗与陈伟霆所饰演的 新婚丈夫刚结婚就面临生离死别 此时刘诗诗的演技爆发 演绎出了一种坚定与不舍之情 哭得唯美动人 音乐